我說1月的時候 我現在來不及了 現在要宣示 抱歉我先上去10天 上皇時間10秒就賣光了這個票 我不曉得欸 我不曉得 對不起 大家很想要看這個票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只是 我答應博恩說要去上節目 那後續的我不太清楚 準備了 開始準備了 沒有 我一向都 這不用準備吧 就只是大家聊聊天 你會覺得柯文哲也參加是想要蹭你的聲量嗎 他要參加 確定嗎 他要確定要參加 他要一起來當哪邊 喔 對啦 現在他卸任了嘛 對啊 他現在可以罵議員了 所以我想他一定會回來整我 人在江湖 遲早要還的 你會乖乖被嚴上 還是你會反擊 因為我不曉得他節目性質是怎樣 我以為說大概就是訪談 他問我答 他現在找了柯文哲一起來問 那可能就情況會比較慘一點 我嚇一跳 你如果說有找柯文哲 但是 但是我會勇敢面對 勇敢面對 其實不能說 現在他都卸任了 那個 我想 我會平和的 安慰他一下 他說要騎你送的腳踏車上班 喔 他還記得那個腳踏車 我上面寫很多對他的警語 我希望他能夠看進去 我希望他看進去 對 我內部很棒 內部是部小折 他騎到哪邊 都把折一折可以帶上辦公室去放 所以那個是很實用 很實用的腳踏車 這很好 我不曉得他會把禮物真的帶走 那我再補送那個龍袍補送過去 哈哈哈哈